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自己可以获得一个国籍 被国家允许上岸 这种新闻每一次出现 都让人觉得难过 但同时也让我们庆幸 我们还有一个不错的国家 我们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籍 在国籍中 有没有优劣之分 对于没有国籍的人来说 是没有的 可对于更够选择的人来说 这是有的 1963年的中国 虽然有了一些起色 却也仍然是那个等待发展的存在 在那个时候 有多少人可以受得住苦 来创建我们的家园 可偏偏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却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国籍 加入了中国国籍 成为了中国人 这个人就是沙伯利 他是白人 也是犹太人 沙伯利是谁 应该很少有人会去关注 他 但是 不得不说 他是一位勇士 更是一个英雄 他曾经是一名服役的美国军人 因为需要多语言的人才 他白派遣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 这一学 是起点 更是中国语他的开始 1947年 他来到中国 这一次 他在中国收获了人生 更收获了爱情 他的妻子奉子是上海的演员和作家 而与奉子的婚姻 更让他对这个国家难以割舍 他开始积极地研究中国文学 更是开始翻译中国的文学 中国的文学是丰富的 想要翻译好 把中国翻译成爱语来出书 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但是沙伯利却做到了 他作为外国人 却积极地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形象 中国的文化 这样的人 你没有办法不敬佩他 1963年 成功加入中国国籍 他很开心 他说自己刚来中国的时候 有人喊我们是东亚病夫 我想那应该是怕我们太过强大了吧 在这个时候 因为国籍杀 狐狸可以很自信地说 我们也正是这样 他成为了一个心中有归属感的不一样的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都说落叶归根 在外乡的老了老了就想要回乡 在外国的也同样想回乎土 可对于沙伯利来说 他这一生大半辈子都在中国 中国就是他的根 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在其他国家拥有着美好生活的人 为何会甘愿放弃自己原先的国籍 而选择中国 如果是如今的中国 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追求 但是当年的中国可真的没有那么好 我们那个时候 贫穷落后 有的只是重塑家园的热情 如果非要说 我想吸液他们的 是中国这个国家的底蕴 是中国的文化 更是彭博像上的一种精神 你是否认同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我也是 对 我也是 我也是 你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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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